老安雨落 三复天 早餐要喝花式豆浆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老安 夏天烈日炎炎 很多朋友都喜欢喝冰镇的饮料 一口灌下去 从头聊闹脚的感觉很是畅快 但是呢 过量饮用冰镇的饮料 容易加重脾胃的负担 导致消化功能变差 吃饭也没胃口 所以三复天 除了要少喝冷饮之外 还应该多吃一些 清凉解暑 健脾养胃的食物 比如豆浆 豆浆作为一种老少介义的健康饮品 非常适合夏季饮用 除了传统的黄豆豆浆之外 各种豆类 五谷 水果等等 都可以作为豆浆的配料 今天老安就给大家介绍一款 非常适合三复天使用的 花式豆浆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黄豆 黑豆 红豆 绿豆 还有黑米 各15克 少量的冰糖 第一步 黑米冲洗干净 备用 然后呢 把四种豆子洗干净 再用清水浸泡30分钟 这样打出的豆浆更细腻 第二步 我们把所有的材料一起放入破壁机里边 加入适量的清水 注意了 豆浆要是用来做早餐的话呢 水可以放的少一点 这样保护感会更强 最后一步 启动破壁机的豆浆功能 大概呢 等待20分钟左右 豆浆打好之后呢 趁热放入碎冰糖 调味即可 四豆一米 各有所长 这五种食材搭配起来 可以清热力湿 滋补养人 这款豆浆 营养又饱腹 非常适合早餐食用 喜欢 就赶快收藏起来吧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呢 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